镜头转到宜兰市 宜兰市长候选江聪渊跟他的团队 为打造宜兰市的美好的未来 特别深入基层参访广纳地方建言 完成属于全体市民的市政白皮书 而前县长刘守成也出面相挺 呼吁大家给江聪渊一个机会 也支持林聪贤营造县市合一 让宜兰市可以成为首善城市 江聪渊经过几个月基层拜访 了解地方需求 听取名义 同时汇集市政顾问的意见后 这本市政白皮书今天正式出炉 透过用心规划 希望打造老人长青 妇女放心 青年安居 儿童开心的宜兰市 开差不多50床的座丹会 来请听我们市民老板 他们的意见 也请40几位我们的专家 学者 地方需求 共同讨论 终近百年 所以我们把这个市政白皮书 有做一个长眼性的一个规划 我们要让宜兰市 可以老人长青 青年安居 妇女放心 儿童开心 这是我们在市政白皮书里面的总体 这个委员 这个委员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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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要跟管政府管持共同心 共同来完成 所以我们这个呈现 给所有我们的市民 老板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用心 非常有志愿 我们要跟五千集的林聪園管长 组成一个有志愿的团队 共同为了我们宜兰市 很多市民老板 来做付出 跟打名 前县长刘守成也到场加油鼓励 尤其这次市长选举非常竞争 而民进党之所以会推选年轻的江聪園 就是希望世代交替 鼓励更多政治新人 愿意为这个社会来付出 未来县政市政同心 造福人民 所以我们在宜兰罗洞 你看都是栽培的年轻优秀的人才 江聪園我们特别从县议会里面 特别挑出来的 那这次宜兰市 刚好 民进党国民党还有补党籍都有朋友出来 那这次的选举垃圾都非常厉害 我特别在这里拜托大家 肯定民进党这个方向 这个民进党赛北人才这个方向 一定要把票集中给周商 也让他在第一站的时候 顺利踏上来 踏上来以后呢 就跟那个江聪 跟林充型啊 可以好好的来共同规划 宜兰市未来的发展 这本市政白笔书详细说明 宜兰市的建设远景 希望民众踊跃来索取 了解体会江聪園的用心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林采访报导 有写到几个